我前一阵去过一个长寿之乡 就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 当然我知道这长寿的秘密 就是户籍制度混乱 这个就是说这是什么水啊 什么这个吃的东西啊 后来说我们请你来呢 就想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推广一下我们这个吃的 我说实际上是人的寿命啊 首先呢靠父母 就DNA嘛 第二靠天地 就是吧 天地 天地那就是环境了 环境环境 你生活的空气好不好啊 第三靠政府 这个医疗方便捷不便捷 对 第四个靠科技 第五个靠自己要锻炼 对吧 对 第六个才能靠吃的 就是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 不如说不吃什么 肯定都长寿 就是 就是 那你拍这个节目干什么呢 我没有拍 对 所以我们的理念总是美食和这些东西 美食是一个单独的一块 像赛兰老师说 食物 美食 所有的美食总是从牺牲一点点健康开始的 就是你要 你要屈尊去和他拥抱 你才能感受到它的美好 其实是代价 对吧 但你愿不愿意 现在还愿意为美食付出健康和寿命的代价呢 会 会克制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三高食物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 非常 我是常委会的委员 非常爱好这位 这回那个故事 抵震了的时候 对 一路出去 他们在吃 但是现在呢 我比如说昨天晚上 我还是吃了一块 但是我就会比较克制 我会把那一块 想好了 我怎么吃 而不是说 这几块都是我的 那就 现在就会比较有 你还别说 今天脸上就显出来了 那小青兄有用那个 爱吃的东西 有用药物来跟他对抗吗 我是真见的 我身边朋友啊 真有这种亡病图啊 我就不可思议的 糖尿病啊 就是有一种药 好像叫 我不一定记得清啊 阿甲双瓜 还是之类的这种药 听说这种药还特好 按说这是控制血糖的 对 他每次跟我们大吃大喝 什么都不忌讳啊 这是个美食 饕铁家 你知道吗 每次吃饭喝酒之前 啪啪几个药片 他说我每次就这样 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 我说这是亡命图啊 对 这已经好了 我碰到一些医药 糖尿病 可是每次吃以前呢 还当众 很高兴 打一针 等一下 我们干嘛 拿起肚 我们看到都没有胃口吃饭 他就打得很高兴 打完 可以 吃吃吃 这样拉着才是亡命图 就是说你们说的 这个还是生理上的老 其实我觉得 现在更多的这种 老的情绪的弥漫 不是生理上的 你比方一八零后的 它其实老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一种 有点不想干了 就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 对就这样了 也就觉得有点没劲了 或者说觉得自己活的吧 就是看不到指望似的 甚至于你包括这女演员 这典型 你记得那姚晨演讲的节目里演讲 不是说吗 说我生个孩子 结合婚生个孩子 再出来发现 好像不需要我们中年 就生过孩子的女演员了 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认定 看电视的 看综艺的 娱乐的 看电影的消费者 全是年轻人 所以我觉得社会在不顾一切的去 讨好一切年轻人 然后你稍微不加入这个消费者的行列 或者你把自己抽离出一些 你就发现没有自己的位置 你既不是生产者 你也不是娱乐者 你是个多余的人 就这种恐惧 我觉得还是挺强 但是还有一种 我觉得自己衰老的恐惧 是你觉得自己特别的无知 就我那天在麦当劳 我听到旁边两个高中女孩在聊天 然后其中一个女孩说 哎呀我爸真是太老 太老土了 他竟然觉得这个小鲜肉是露寒 然后我在旁边听到冷汗直下 我就说天哪 那新的小鲜肉是谁 怎么查 我怎么去查 就是你 所以你会觉得 他已经塑造出一个巨大的 你一无所知的一个 市场或者是一个世界 你连进去的门都不知道在哪 那你说身为这个 就是半老不老的人吧 就是他也有一种 他如果是身处这个 这个世界当中 新的世界当中 他也有一种随时就会被 替换出场的危机 对 这个还是很恐怖 你说这个我请教你了 就是我肯定是老帮菜了 但是我就觉得 你比方说啊 如果是我们专业的工作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是可羞耻的 但是你比如说 像是同龄人 他们说 那天说杨超越 我不知道杨超越是谁 我就很丢人 但是我就接着问他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他们 是你们是同龄人 但为什么他们都知道谁 你如果不知道 就落伍 落什么伍了呢 那也可能说明 你们志不同道不合 那你玩你的呗 你跟 那为什么你非要跟他们混呢 就是你觉得 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了 因为比如说杨超越 他所代表的是 景理的形象嘛 然后所有的年轻人 都开始转景理 然后呢 你不转这个景理的话 你就落后于一种景理的文化 但景理文化背后的又是一种说 我希望什么东西能带给我好运的文化 所以他这个形象 不仅是他形象本身 那还有他所代表的一系列文化现象 你看一句话就暴露我老 你请你解释一下景理 我只是隐约知道 说老实话 我可能和文涛一样 我前两天 就是老有人给我发辞信 就是说强烈要求某一个明星 上《风味人间》 老给我发 老给我发 这个明星的名字呢 叫张杰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张杰是谁 我就问我们导演 我说张杰是谁 他说张杰是个歌手啊 谢娜的老公 哎呀我真对不起 我还跟谢娜一块做过节目呢 我说真不好意思 哭了哭了 他说没事 我就给他看这个嘛 他说没事 今天晚上就有张杰 就那一集里面正好有个厨师 他名字就叫张杰 但是呢 我还是忽略了 就是我认为 这是一个很幽默的事情 我在微博上就把它秀了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的是 就是张杰的粉丝 真的非常忠诚 就对我进行了 非常这个细致的教育 思想工作 我非常非常服务 就是确实我们这代人 他就是和这个时代是妥结了 我只是知道 金里是一个幸运的东西 但是是什么 不是不知道 不代表不尊重啊 但是你就没有办法加入到这个亚文化的这个讨论当中 而且当这亚文化成为主要的文化的时候 你作为文艺工作者 你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重点 他是文艺工作者 对啊 所以没有 而且我就在说 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的文艺工作者来说 很可悲的一点 就是我们拼命地想去捕捉年轻人的亚文化 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是什么 语言方式是什么 他们的文化是什么 但是你就相当于用自己的第二语言去学习别人的母语 当你学会的时候 人家早就进化出一套新的语言 你永远赶不上探 就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 为什么80后 虽然他们又是又有点年轻又不年轻 甚至是90后 但他们觉得已经在这个主流文化以外了 他们加入不到这个整个的浪潮 整个的热闹当中 没有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一点 我不懂你这个无所谓 我甚至自豪我不懂 因为倒过来说 我所懂的你也是远远不懂的 他们80后90后很多不懂我们 经历过我们看过我们读过了 那我们有那个东西 那所以重点在于说 你有没有其他的 假如你有其他的 我知道我不懂啊 可是没有关系啊 我不需要啊 然后我有其他的时候 我就不叫老了 我感觉的不是老 是成熟 万一你又不懂 那新一代的语言文化 你要什么都没有了 你没有新的东西 没有累积的时候 你当然要焦虑了嘛 你就感觉那时候这是苍老 我觉得这是能力问题 那小青老师也是这个 美食文艺工作者也算是 你有这焦虑吗 你有这焦虑吗 你觉得你不敢踏呢 我焦虑 因为我做的节目 比如说 袁中派 他是给中等收入 比较年轻 对 同时又有一定的学 知识背景和学历的 都是15岁到25岁的群体 那我做的节目可能是 下到刚会走 上到99都要看 那才能上亿啊 对 那我所以我就得 我就得拼命的去 把尤其是 那个广告商要求的 18到27的这个 主流收视人群 对 主流收视人群 要打住 你就必须得了解 他的习惯 好在 我们 我们很多的都做了 做了 这次的播出 做了非常大的调整 没有特别拗口的话 没有 那个特别科学的 那个词汇 都把它都砍掉 就要 把这 但为什么你不干脆用 他们习惯的那种 网络词汇呢 我发现这你的解说词里 也不多见 那个不能 不能用 我们只能要 又要有距离 你不要冒犯人家 你不是 你就是 就是 别人跟我 经常说 就是说 你看我拍的 跟舌尖一模一样啊 我这画面多美啊 这个我也很 那么多老板 都找我来拍片 你为什么不能用我 但是我说 你 你用的是这一套 但是你说的是 另外一套 就相当于一个 小学生的英语演讲比赛 大人觉得 真不错 会说英语 真不错 但是 真正的一个英国人 要听你说这个事 他会很 很懵的 对 你不能 抢别人的 话语 对 那是别人的话语 你要用你自己的话语 就是 既表达出来那个意思 同时呢 又不让人觉得冒犯 比如说 我们说 中国人和外国人 对火腿不一样 中国人对火腿的 不同的部分 讲究 因材施教 那这是 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那好多年轻人就在底下说 导演 真够皮的 这是他表示认可 但是呢 我 我当然也可以用 特别年轻人的话语来讲 那这实际上是冒犯 你每个人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所以年轻人其实在这一点上是 其实是很残酷的一点 就某种 其实像动物一样 当你察觉到 他老并且示弱的时候 他就是会毫不留情的去嘲笑你 就是当我爸开始跟我说 网络语言的时候 你知道 那时候我爸这么酷毙了 当时还是那种很古早的网络语言 但我内心其实是嘲笑的 就是这是年轻人一种特有的残酷 就是他会发现 当你讨好他的时候 他不会因此觉得我被讨好了 而是觉得那我就可以去嘲笑你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年纪大的人 还是挺那个 还是挺尴尬的一点 真的尴尬 我脑子里下想起很多 这个事情啊 是代代人都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胡适老先生就说过 说不要谄媚年轻人 对吧 他是一种态度 我现在觉得有些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其实挺可怜的 你知道吗 就是所以我也就慢慢知道 我从小青这儿学习的 还是和而不同 对 咱们是不一样的嘛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应该互相沟通 我了解你就行了 但我要变成你 那我的价值 对 而且甚至你就变成可笑的了 变成娱乐人物了 对吧 像我有的 我们有一个爸爸 我们有一个朋友 说 说现在都是这个爸爸不陪孩子 给妈妈说了半天 说来 咱玩啊 看他孩子一帮人拿着iPad在那玩 就冲过去了 咱们一起玩 叔叔来跟你们玩 这东西咱们咱们玩 后来我就观察他 周周周周周周周围这帮小孩 都是 傻呀 人家也不好不跟你这叔叔玩 好好好 我前两天去蹦迪 大家看我也是这样的年轻 老太太的 对 就是你那个 那个 你朋克的歌手嘛 然后摇滚歌手在台湾唱歌 啊 要是大家一起死 然后就就很嗨 后来那摇滚歌手下台 我就跟他说 你要正能量一点 你要传播正能量 然后不要那么绝望 那这大家周围人都看回 老太太说什么呢 所以就很尴尬 但是你说你这个是不是偏见 就是一种 这个中国社会的审美偏见 我觉得好像 比如说在日本的时候 我看着很多什么中年男人 穿着那种 萝莉的衣服 就穿着那种萝莉取女仆装 在街头走来走去 对中年男的 没有人大惊小怪 甚至大家也不去看他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找到了自己 待着的舒服的角落 他不是说为了去 去装的像年轻人一样 而这就是我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当你表示出这一点 说我不是为了讨好你才是这样 我是为了完全的 活出自己才展现出这样的话 大家也不会去嘲笑吧 我觉得有记性心的问题 让我想到我的偶像李敖 李大师后来也年纪大了 他当然也不无感叹 自己老了 整天碰到面 嘉辉老了 可是他的老了 他不是因为你说他老 因为这个那个 他是跟自己比较 他说嘉辉 我不羡慕你们 我不羡慕明天的你们 我只羡慕昨天的自己 对吧 我昨天的头脑是 如此的好 什么什么 我的哀伤 对于老的哀伤 在于说 跟自己来做一个比较 那也是一个记性心 就是年轻和老是一个 非常微妙的关系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 年轻是他们唯一拥有的一点 就是我就是 大家老是说 年轻人不要怎么样 年轻人不要怎么样 但是年轻是年轻人 唯一拥有的一点 就是一个70后 一个60后 他有房子 他有话语权 他有老和 他有自己的事业 他有很多东西 但是对于年轻 年轻是他唯一的资本 所以他必须把这个东西 最大化的去表现出来 成为自己优越感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吧 所以我现在 对于很多年轻人 故意在我面前展现出 你看我年轻你老了 我其实也是认可的 我觉得那这是你 唯一的东西 那好吧 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当女演员 这个在中国 我真的是很 怎么说呢 可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就是 哎呀 你有时候看网络上的标题啊 我觉得我要是她的话 你不是死的心都有吗 就是说 哎 你看 这是一夜之间 怎么她老成这个样子了 或者哎呦 她怎么就胖了 无良媒体 这是 哎呦 我就觉得你怎么能那样 说一个女性呢 你知道吗 就是我会觉得 当然你也得当得起 你像那次我看周迅 跟那个陈可欣对话 周迅说 她就经历过那个时候 她就说到第二天早上 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个皱纹 就哭 就哭啊 她说我到现在 我能够接受自己 她说但是呢 我也认为 这个社会似乎有一种倾向 就是变老 变胖 尤其是女演员 似乎是一种错误 有没有 你觉得有这么一种 潜意识的一种偏见吗 对啊 就是而且这个标准 我觉得会变得 就是说年轻的标准 会变得越来越高 现在推出来的明星的 年轻的样本 已经是18岁 19岁 所以你这个女明星 对自己的要求 我要去跟一个18岁 19岁的人比 这个满脸胶原蛋白怎么样 而且现在人很喜欢 做那种对比 就是说 哎呀 谁谁 被谁谁比下去了 你看这老了就怎么样 就他非常喜欢 把残酷的摆在 同一个画面当中 去追逐那种话题 所以我觉得 确实是 你要是 一定要以漂亮 或者是美貌 来作为女明星的 这样的一个资本 就是老 对他们来说 确实是一个 不可饶恕的一件事吧 像刚方舟说 有一句话 说得很好的 他说老是很困难的事 我想起 穆星啊 有两句诗嘛 他说 人家都说 岁月不饶人 人又何尝饶过岁月 对啊 我又何尝饶过岁月 还有胡兰城有一本书 没记错的话 叫中国的 李乐风景 里面其中有文章 是我读过华文里面 感叹老了 写得最动人了 他说 老了 我老了 元气没有了 元气 我有很大的迹象 还是有很多理想 对于胡兰城来说 他说天下事 由未晚 还来得及的 天下的事情 还可以去警救去做 可是我没有那个元气 追不上 就好像想跨过那个河 结果掉进水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 你把你自己当什么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香港有个酒吧 这个酒吧呢 就是要好 到星期几晚上啊 就是模特啊 好像就免费进场 就是吸引帅哥靓女 都是那个欧洲下来的 那个名模 也不一定名模的 小模特 那真是就是说 我们同行 一行人是吧 有男有女 对吧 一起去 我们去了 肯定不站着 对吧 因为站着都到人家腰那 就是坐着 你看 那真是 男的看美女 女的看帅哥 哇那漂亮的 那就感觉不可方物 你知道吗 在咱们 当然在我们这些 挫子眼里看起来 对吧 但是到后来 我们这个女嘉宾 不是 这女士朋友就讲 我觉得她讲一个 可深刻的道理 她说 我们老想年轻 老关注自己年轻 老怕老 实际上呢 是老把自己 当成一个性的对象 被欣赏的对象 就是说 我们原来老觉得 要好看是男的 或者回头绿 你看在这个时候 你对你的认知是 我是一个花 我是一个被欣赏的 她说 今天晚上我觉得 其实啊 就是说像你们男的这样 我做一个欣赏者 我也很舒服 我欣赏欣赏男的有多帅 或者欣赏欣赏同龄的女孩 她能这么漂亮 对吧 因为我现在事业有成 我也有我的自信 我也有我的知识 我为什么到40岁了 我还老把自己想 往那个让你们欣赏的 那个方向去办呢 张爱玲就写过说 30岁的女的是不会夸 20多岁的女的漂亮的 但是40多岁 50多岁的女的就会夸 因为其实他们某种程度上 已经是不同的物种了 我觉得自己老的一个标志 也是我觉得 现在没有性别意识了 原来跟一个男孩 长得还挺帅什么的 示范的时候 我会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女的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发展一下 现在我就完全没有 我们就就就说事 我觉得我也是男的 也是男的 所以我觉得就失去性别意识 也是就是 这么早啊 才30岁了 现在没有说 已经都没有什么相亲的局了 我就是觉得我就是一个男的 我不相信你 一定是你 早就有个固定的对象 他自己先隔开 打了房屋 那个叫保护针 但是就是性别意识 确实没有了 你看跟谁比 跟我们仨 所以你就应该经常到 我们这种局里做一做 这你就成为 被欣赏对象了 是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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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种药 好像叫 我不一定记得清 阿甲双刮 还是之类的这种药 听说这种药还特好 然后呢 你不转这个景里的话 你就落后于一种景里的文化